张老师,非常高兴,今天是妈妈第三次来上您的课,做这个口腔的吞咽的复诫。 我也有跟你介绍,我之前有记录妈妈之前做陈邦琪陈老师做治疗的一些影片报导,想你已经看过了。 好,那当时我们的那个进展是非常神述的,那个陈老师自己也非常的高兴,说从一个医院出来,一直流口水那种状况。 好,到最后是可以吃东西的,可以吃,我去买那个茄子,买茄子,买豆腐。 好,这些香蕉,给她吃,她都吃得很好。 最后,记得最,就是,在母亲节的时候,母亲节还是我妈妈生日的时候,我妈妈吃了一块蛋糕。 四分之三,四分之三这样,这样的一块蛋糕。 四分之三,巧克力蛋糕。 我还有照出那张照片,剩下的蛋糕。 不过后来,因为我们换了养护所,就没有再回来这边。 中间就中断了,中断了,去到别家的那个口腔附近又要排队。 所以等到我们排队完了再去的时候,就已经不能吃了。 那中间呢,其实是有一些状况的,是一些就是,我因为我这个照顾经验不够,不知道那个状况。 那时候是因为我妈妈吃,吃那个,吃那个抗凝血剂的神内科开的。 中风预防,血液抗血液凝结的药。 吃了以后,香味。 就灌食也不顺利。 本来灌三百,就退到两百五。 可以到两百五。 然后精神就一直不振。 后来我们才发现,我们住进去,后来我才注意到,原来我们住进去的时候,血红素是十二点多。 很高的血红素。 可是,到我们有一次,有状况我带去看,抽血发现是九点九。 但是医生认为九点九,对这么老的老人家来说,认为还是正常的。 最终就好。 所以没有针对这个,为什么从十二点多变成九点九,去查原因。 直到后来,我们又换了一架。 我们,就是后来一直状况,恶劣下来。 那,又发高烧。 其实那时候,微烧三十七点三,很久。 但是养护所说,三十七点三,还没到发烧的程度。 只要观察就好。 那他精神非常的微靡不振。 那,我们因为没有经验,故事怎么说,我们就怎么做。 后来,突然之间,他就升到三十八点零。 那我就说,那三十八点零怎么样了。 他说,睡冰枕了。 我说,不要睡冰枕了。 三十八点零,是可以送医院了。 我就叫车子送回来,住院。 那时候,医生告诉我,说,这一次跟以前住院的情况都不一样。 因为之前,我只要一看到三十七点三, 因为以前的养护所就在这附近。 我只要看到三十七点三,我就推他过来。 我就推他过来。 那通常治疗一两天,他就有起射了。 他的数据都好起来。 那医生跟我说,这次跟以前都不一样。 都没有提示了。 所以医生告诉我。 稍等一下哦。 十点啊。 十点啊。 对啊,十点。 他说,要有心理准备。 所以就这样的情况下,我就把他带回来。 因为我觉得在这里,我随时要来医院,我都比较简单。 那回到这边来了以后,还好。 他慢慢就恢复了,我们就出院了。 我就马上换了一间,离这里比较近的。 就回来给老师。 那那时候,老师一看,又回到原来的样子。 就是扣水一大堆。 让他喝点水好了。 让他喝点水。 还建议他,就让那奶奶弄点冰吗? OK。 我去弄点冰房,再待个人喝茶。 好。 所以我们现在更要积极地做物件。 嗯。 对啊。 那,嗯,在我们换了那个家以后, 那个是去年的一月的事情。 一月十九号。 那在去年的九月九号的时候, 我给他换到现在这间,养护手。 那我们换过来的时候是37.5公斤。 现在是41,42公斤。 增加了45公斤。 对。 而且呢,那时候呢,那时候还没有做绑腿。 嗯。 那时候也没有,嗯,那时候也还没有喝油。 那现在,嗯,各种营养的疗法,我们都有加上去。 双管齐下。 对。 双管齐下。 双管齐下。 而且我们还,反正就是,嗯,很多,其实不止双管。 很多,不能想得到的都帮他做。 对。 那之前我去做那个,嗯,去做那个自然疗法。 做那个脑破的检查。 有哈。 去做那个检,脑破检测的时候,发现呢,她,她们告诉我说, 妈妈的脑破是不活动,不怎么活动的。 那一年以后,那是去年八月的事情。 那今年八月,我又回去了。 哎,她说,哎,有进步哎。 那,其实,看她的脸也知道。 去年的七月二十号,我们,那个受洗了。 我带妈妈去基督教会受洗。 那,那个照片还在。 那,那个跟现在的。 当时就是一直这样投递递的。 没有精神的。 可是现在,完全不一样。 对。 现在,可以跟你回应。 点头也蛮快的。 有来打个招呼。 对。 所以,我相信,现在的。 而且,我现在的,照顾的经验也比较丰富一点。 我现在,一两天,每天我不敢说。 但是,两天,我都会给她做一次口腔。 按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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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刷牙。 嗯。 嗯。 错。 嗯。 可是,三口还不是很完整的。 但是,但是,至少是已经有一些,有一些活动。 那,跟之前比起来比较进步的部分。 就是跟上,上两周比起来比较进步的是。 之前的吞咽的速度比较慢。 大概是过了三分钟,甚至五分钟才有吞咽的动作。 那,今天虽然三口,但是,鞋中的第一口,她其实吞得很快。 她在十秒内就有吞的动作。 嗯哼。 那,但是,最后一个是,大概隔了快一分钟才吞。 嗯哼。 但是,就是我们除了推念次数之外,还要去评估她的, 她从推,就是从,从刺激进去到她实际推念的速度,这样子。 那,我们下周再实际喝水。 对,就是今天要帮她做了,好像按摩。 还有口内的按摩。 然后,因为整个集张力还是,一边比较低,一边比较高。 哪边比较低,哪边比较高? 嗯哼。 这里,抓得很紧。 嗯哼。 这是好事,但是有时候过高会,反而会,会有点,会很不舒服。 就是,奶奶本身会很不舒服。 就像我们的身体,如果太僵硬了,是很不舒服的,这样子。 那就帮奶奶有做一点按摩,这样子。 她是右边中风。 对,所以,的确是这边。 这边比较不舒服。 右边中风,这边不舒服。 这边是左边。 对,不是。 因为她这边,就等于是,她这边一直都,都维持很高的张力。 她是右脑中风嘛,左脑中风。 对,左脑中风啊。 所以是,左脑中风的话,是右边比较不好。 无力。 对,无力。 所以,就是,是左边的脸,会比较有力这样子。 那就反而变得,过度的张力过高。 所以她会比较张力不舒服。 她的左脚也是这样。 一样嘛。 但是左脚也是这样。 好,那你轻一下。 好,你放。 对,你放哦。 好,那今天先这样。 好,谢谢。 下周我们再,有时间再喝水。 好。 那这个阿姨,麻烦您一批架桌再拿过。 好。